回到郭文坦的节目现场最新的来自于地方的一个灾情消息带您来看 这是台中市的新明高中图书馆 经过早上的地震这一摇不得了了 一半以上的书架全都倒塌了 我们现场请一请林介文来告诉你 谢谢主观众 早上10点3分发生了6点1的强震 全台都有明显的摇晃感 那么就在台中的新明高中其实也是相当的严重 因为可以看到他们的图书馆几乎是一半以上的书架都全部倒塌 而且上面的书籍散落一地 那么在经过学生的抢救之后呢 已经有部分的书籍已经被捡起来了 那么同学们相当的忙碌 因为大家都忙着在整理这个图书馆 而且图书馆呢现在是暂停开放的 那么新明高中呢在早上的时候 也因为这么一阵厕所的水管破裂 导致有部分淹水的状况 那么听一下学生怎么说 因为我们都是刚考完试 对然后结果我们也没跳到这样 就是开始发生那么大的晃动 那时候其实我们也有很多人就吓到 那么可以看到同学呢 讲话是有点虚弱 因为正式吓了一大跳 当时新明高中的学生呢 早上十点多的时候还在考试 突然发生了六点一的强症 而且台中也有五级的强症哦 他们简直是吓了一大跳 之后呢先做了紧急的疏散 不过事后发现图书馆一半以上的书架全部倒塌 那么同学现在是忙着来整理 不过还好全校的同学师生呢 都是安全无疑的状态 那么现场为掌握最新情形把镜头交还给庞内播 好我们谢谢二零界问 带我们来看到台中市的新明高中 一看到这个画面大家觉得真是很震撼 倒的倒的很多 但是我们刚立刻来讨论到了 市场这个新明高中做的准备不够多 是啊 你看嘛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例子 日本在地震过后他们检讨几项因素 包括建材包括各项摆设 多一个东西可能就固定住了 刚立刚讲说你拴一个栓子 或上面天花板弄一个螺丝 它就固定住了 这样的一个设施你知道吗 在平常的时候没事 一旦地震干嘛碰到下来 没有地震地震没死 被这个东西可能就要压伤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警觉性 而且平常大家都以为台湾没有 台湾地震很多次 台湾地震非常非常多次 只是没有震到你这个地方 万一震到就倒霉了 但是我认为说 因为刚立刚台湾说 人一辈子会遇到几次地震 然后我就看了个统计表 他说规模从2.9到9 那超过9以上的地震 那是毁灭性地震 对不起地球没有发生过 8.5到9的地震 一年发生一次 那是超级地震 那会引起海袖的 然后8到8.4的是 每年会一次 刚刚那个8.5到9的是 5到10年会发生一次 然后8到8.4呢 大概是每年发生一次 对 然后呢 这个7到7.9的 每年会发生20次 那很多耶 对 那我们今天发生这个 每年会发生100多次 就是6到6.9 所以大家都会遇到 都会遇到这样的地震 那我想说 今天如果你遇到大气震 可后姐都有准备 请问你怎么办 好 所以我们说 说这个学校怎么在这里 没有做到准备 那个我们刚才聊说 这样的一个图书馆头书架 或许很多学校都是这么一回事 都是涨这样的一个书架的话 那今天是很多都出现状况 那现在恐怕 还好没有学生受伤 但要花很多人力去清理 这个学校这方面 恐怕是相对是轻忽 那政府部门 我们刚刚说到了 台东市灾情这么多 我们带大家一节 节目看下来 看了好多灾区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 父母官胡适长市长在哪里 南投在这个是整个正央中心 也没看到 这个代理县长 有没有多么努力的 那中央的部分 我们带你看看 今天我们的首长们在做什么 时间早上10点03分 发生地震的当下 马英九总统在自由广场 就是中任纪念堂 接待外宾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的总统 在那接待外宾 放礼炮的时候大家开始摇了 那总统很镇定的 让整个离室进行完毕之后 赶紧回到了总统府办公室 就开始做指示 希望赶紧成立相关的单位 行政院说了 成立个防灾办公室了 那这回立法院里头传来的消息 跟国防部的消息看到 国防部军方好像反应 还比较热烈一点 可能有921救灾的一个经验 所以立刻 这个国防部的副部长 杨念祖说海空军雷达战 回报状况 情形都是很正常 陆军作战也是正常 高华驻部长立刻下令 在南投中部地区的 陆军使军团成立指挥中心 南投的兵枕中心 也成立一个应变中心 但现场地方的副部官 没有看到 也没看到中央部会 有该有的长官下去 来到中部的 特别是灾情中心的阵阳地区 这样做处理模式 有及格吗 我们待会回来 谢谢大家